第1541章 解剑山 神宫中 神宫各宫弟子都返回自己的修道之地 此时 在一座宫爵之中 修行道场内 有几道身影站在一起闲聊 其中一人容颜出众 身上带着几分仙气 刻然乃是陆青瑶 生命泉水以及道果尽皆被掠夺 此时 有一青年人物副手而立 看向陆青瑶开口道 嗯 陆青瑶点头 我修为浅薄 此次回来当闭官修行 这人尽腰 以一己之力横扫朱强者 一人霸占物道神术 和陆师姐的修行并无关系 下方一位女弟子开口说道 顿时又有一道身影走来这边 看向他们 问道 一人霸占物道神术 嗯 太玄山剑修士井 一人针对所有人出手 拜锦朱强者 无人能敌 黄金神国盖石士 神剑李家李寻 还有藏天神祖秦藏等许多强者 皆都败于那一战 他一人手中 独步无双 可是如此 来人有些惊讶地看向陆青瑶 陆青瑶轻轻点头 本以为除了道宫内部胜出的道传弟子之外 这些前往争夺大道机缘的人 我即便不算最强 也能排名前列 却没想到差距依旧如此之大 虽是因为石井强大 但也当自省 那石井 在战斗中才破进入涅槃 这么说来 此次大道机缘被他一人夺去 却并不是正道人皇 只是破了涅槃之境 今年露出一抹怪异的神色 听闻以往正道之战 有人会借此契机正道入人皇 但这次一人夺取了大道机缘 嗯 陆青瑶点头 他掌控悟道神术之后参悟两月余时间 身躯之上道一流转不休 可能再借助那股力量塑造大道法身 极有可能变得更强 再进一步 再加上他身上的道果 足以减少他数年修行 稳固念盘之境界 甚至 开始塑大道肢体 这么说来 有一妖孽人物如今踏入了我神宫之地了 今年目光盈盈有几分期待之一 不仅是这里 此时 神宫各地都在传开此消息 譬如 神宫中的剑功 李寻便站在一人身后 将事情一一告之 在李寻身后方向 还有诸多剑修在 他们身上剑意缭绕 但却皆都站在那身形修长的黑衣青年身后 神剑李家这一代最强之人 李道子 如今 他也是神宫中剑功人皇之下第一人 剑道已经出神入化 有许多人称他的剑 人皇之下皆可杀 当然 神宫内还是有几人不服他的剑的 我本打算你入神宫之后 我便闭关修行 不入人皇不出关 如今看来 破镜之前 或有人能够魔力我之剑道 李道子轻生说道 他的修为已经是涅槃之巅 塑造了大道剑体 即将勘破大道 而如今 在此之前 又有一位绝代剑修入了神宫 脚步迈出 李道子往前而行 去哪 李寻开口问道 李道子莫非便要直接去找叶福天 解剑山 李道子没有回头 回应一声 道 等他 叶福天既是太玄山剑修 剑道卓绝 如今进入了神宫 有一个地方他必然会去 那便是解剑山 因此 李道子准备前往解剑山 等叶福天 吃井之明 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变神宫 神宫弟子 进阶之其名 也知道他一人一剑拜 尽上剑朱天骄 独占悟道神宿 神宫不少没有前往正道之地的道传弟子 都想要见见他 与此同时 剑宫之中也传出李道子前往解剑山 等实景的消息 让许多人都极为期待 这位太玄山的剑修 据说轻易便击败了李寻 那么 他和如今神宫人 皇之下剑道第一人李道子相比 如何 据说李道子已快要勘破大道 将成为又一位剑皇人物 他的剑道不仅仅是神宫人 皇之下剑道第一 即便是整个上宵界 若论剑道 怕是也难有人能够与之交锋 叶福天并不知道李道子去了解剑山 他甚至不知道神宫中有解剑山 解剑山又是什么地方 他让诸人散去之后 便独自在神宫中穿梭而行 之身一人形式便捷 也轻松了许多 神宫既然随意 他自然也不会客气 这座神宫先导道义浓郁至极 必然有许多修行宝地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修行一番 助力他冲击境界 好强的道义 就在这时 叶福天敢知道了什么 身形闪烁朝着一处方向而行 很快他来到了几座高山中间 一面面古山环绕在一起 那古极为强横的道义便是从中弥漫而出 身形一闪 叶福天直接迈入了古山环绕的那片区域 一瞬间 他便感知到了这里面有着一股极为霸道的压迫力量 似能够镇压一方天 他只感觉浑身瞬间绷紧 压迫力极强 在他身前一块巨石之上 有一道身影背对着他而坐 这身影短发 显得干净利落 身上的袍子非常宽 坐在那一动不动 宛若一尊雕像般 太玄山剑修饰紧 打脚阁下修行 悟怪 叶福天对着那背影微微行礼道 此人境界同为涅槃 不过气息极其浑厚有力 吐纳的呼吸也是如此 每一道呼出的气息都似藏有大道之意 太玄山剑修 那人依旧背对着叶福天 道 是为正道而来 是 前往正道之地失恋后 便来到了神宫中 叶福天回应一声 既是剑修 当去解剑山 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对方神色淡然 叶福天露出一抹奇异之色 解剑山 对 那里才是剑道修行地 那人继续道 他一直在此修行 因而并不知小外界的那些传言 也不知道实景是谁 叶福天抬头看了一眼那一座座古山 问道 解剑山是剑修该去的地方 那么这里呢 我以为 这里对我的修行也同样适合 那人听到叶福天话没有丝毫的异动 随后 在叶福天目光注视之下 他缓缓起身 转身面向叶福天所在的方向 叶福天抬头看向对方的身影 忽然间只感觉一股无与伦比的大道威压直接降临而下 那身影似无比威额高大 站在那犹如一尊天神般压迫着他的身体 这一瞬间 叶福天隐隐生出要屈服之感 这时 叶福天抬头看向那一座座古山 他生出一种错觉 仿佛所有的山都动了 释放出大道神威 站在那的身影和古山为一体 或者说道 亦融入了其中 叶福天的双腿像是承受着千万斤的力量 你自己看 那身影安静的站在那 覆手而立 他话音落下 一座座道山威压直接压向叶福天 那一座座山像是活过来了般 每一座山都蕴藏可怕的道义 咔嚓 叶福天脚下 石块粉碎 被磨成碎片 原来如此 叶福天感知着那一面面古山 顷刻间 他仿佛看到了许多道身影 那些山中 似乎藏有大道意志 威压恐怖 每一座山 就像是一尊雕像般 这一刻 叶福天身体悬浮 而起 对方看扫了他一眼 脚步往前迈出 天地轰鸣 但叶福天却也同样往前走了一步 空 去空之中 两股力量爆出一道无形的碰撞 竟使得一座坐到山灯为之震动 庄宏有些吃惊的看了叶福天一眼 随后又看了看叶福天身后的那几座山 一念半山 庄宏盯着叶福天道 你是剑修 太悬山剑修 石井 叶福天又道 事实上他心中一样颇为心惊 这庄宏给予他非常强的压迫力 之前一战 他拜进朱墙 自认为神宫之中想要找到对手也难 但在神宫中随意显逛 便遇到了一位如此强横的人物 神宫道传弟子 庄宏 庄宏回应道 他看向叶福天问了一声 我听闻道尊很久不收弟子 你是太悬道尊最小弟子 叶福天摇了摇头 道尊称不会再收弟子 我入太悬山修行不足一年 怎会是道尊弟子 如此天赋 道尊舍得放过吗 庄宏笑了笑道 你入神宫是想要拜入神宫成为道传弟子 还是前来修行一段时日 修行 叶福天道 神宫的确是上宵界最适合修行的地方 只现在我们所在之地 便足够修行多年 庄宏笑道 之前所说的解剑山呢 叶福天问道 见到圣地 八十一座剑山环绕 若能够在解剑山将见全解 必将铸就见到神轮 踏足剑皇 庄宏开口道 在神宫中 见到修行之人 解剑山才是他们的修行地 以往的前辈中 许多在解剑山破镜 这么说来 道士想去走走 叶福天低声道 你当然要去 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叶福天抬头望去 便见一座古山之巅站着一道身影 他对着庄宏拱手道 庄师兄 庄宏微微点头 道 你刚才知言是何意 见公弟子 神剑李家李道子 已经上了解剑山 会在那里等他 来人微笑着说道 显然已经知道了叶福天是何人 李道子 叶福天喃喃低语 这并非是他第一次听这名字 神宫人皇之下第一剑修 解剑山其胜最后三剑未解 庄宏看项叶福天 李道子 竟然会等他 第1542章瞩目 庄宏有些好奇的看项叶福天 问道 你做了什么 他对李道子也了解一些 性情孤傲 剑术无双 神宫之中没有几人被他放在眼里 而且 据说如今他也在冲击人皇之境 解剑山其剑下了三剑 这三剑若解便能铸就剑道神论 成为剑皇级的存在 他既然在解剑山等叶福天 那么他眼前的青年 想必在正道之的做了极为非凡之事 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他弟弟败给我吧 叶福天道 不 有李道子的性格 若仅仅是他弟弟在正道之地败于你手中 他依旧不会轻易在解剑山等人 他这是想要借你催炼剑道 既然如此你的剑应当也是非凡之剑吧 庄宏笑道 叶福天自称太玄山剑修 吃尽于正道之地 一剑败尽所有天骄 包括我们神宫道传弟子白秀等人在内 那道来的身影微笑着开口说道 庄宏看了叶福天一眼 原来如此 这么说 李道子在解剑山等他便也正常了 剑再去 庄宏对着叶福天笑问道 一念半山之人果然不凡 这里是什么地方 叶福天问道 这一座坐山间为道山 同样是修行圣地 既然到了 自然要修行一段时间 天尊山 庄宏对着叶福天道 曾经神宫一位天尊悟道之地 这一座坐到山之上 皆都留存了他的道义 是和神宫中的一种功法 感悟镇压力量之道 庄宏有便是修行此功法吧 叶福天开口道 庄宏点头 既如此 我准备先在这修行一段时间 叶福天开口道 姐见山那边呢 庄宏问道 是他要等我 我又不想找他 叶福天耸了耸肩笑道 庄宏一愣 似乎很有道理 那你修行吧 庄宏笑道 叶福天点头 只见他盘膝而坐 随后取出一颗道果 直接用嘴啃了一口 竟直接就坐在那啃道果 庄宏一脸恶然地看着叶福天 无耻至极 叶福天看到庄宏灰着脸 眨了眨眼睛 又是一口啃下 嘴中嘀咕着 这道果真大 不愧是悟到神树上的道果 说着继续津津有味地啃着 在庄宏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很快将到果肯完吃了下去 庄宏 我修行了 叶福天吃完后说了声 随后闭上眼睛 顷刻间他体内有大道轰鸣之音传出 一瞬间笼罩浩瀚虚空 那一座坐到山羽之共鸣 这一刻 庄宏都感受到了一股恐怖压迫力 他抬头看了一眼周围的一座座山 那些到山坊复活了过来 出现了一张张面孔 厉害 庄宏赞了一声 这时景对大道的感知力 以及悟性确实可怕 难怪能够一念班山 讲到此处 庄宏同样回到之前的巨石之上落作 也同样闭目修行 一时间 两人身躯之上 皆有恐怖大道之威轰鸣 威压浩瀚虚空 叶福天安静地在此修行 虽然他如今是以太玄山剑修的身份行走天下 但却不会真的只修剑 人皇之静铸就大道神轮 他自然不想仅仅只住就一条大道神轮 命魂世界古术让他拥有极大的修行优势 在人皇之静能够将优势继续发挥出来 怎么能浪费 因而他刚才便也扔了一颗道果鱼口中 这时的他对于道果的需求也非常恐怖 远胜过其他人 第二日 解剑山 这里一座座古风林立 每一座山都是剑山 蕴藏极为强大的剑道气息 此时这里聚集了不少人 有人是来修行 有人是来凑热闹 李道子来解剑山等石井的消息已经传开 许多人都想要看看 剑宫后被第一人李道子 以及那太玄山剑修 谁的剑更强 此时 一座剑山前 不少人在此 有人问道 那石井还没有来 有人说 石井在天尊山那边修行悟道 旁边有人回应 天尊山并非是剑道之地八 他这是何意 谁知道呢 许多人议论 万首一以及压压他们也在剑山这边 并非是因为这消息 而是来此感悟剑道 东 就在这时 有钟声响彻天地 许多人回头朝着一处方向望去 在远处 似有一股神圣的气息弥漫于天地间 又是一道钟声响起 顿时一道道身形腾空而起 朝着那边方向而去 神宫将召集新弟子入门 当然 也有许多人没有去 依旧在修行 很快 在神宫的一座广场 此刻这里汇聚了许多人前来 包括不少神宫弟子也来此凑热闹 在一处阶梯之上 除了有神宫中的长辈之外 还有一些道船弟子在 他们目光眺望下方 看着那些身影道 又是一介 不知道这次神宫弟子如何 此次正好赶上正道之行 应该会有不少厉害人物 那些顶尖势力得到名额之人 也有不少钱来 准备入神宫 李道子的弟弟李循 便在那里 有人指向一处方向 李循在那边 也将入神宫修行 一师兄 怎么今日你也有空来此 这时有人笑看向一处方向 在那里 一位气质超凡的身影出现在那 身上透着一股上位者的气息 仿佛与生俱来 天狱神朝太子 依天狱 师孙让师兄前来挑选门人弟子 旁边一位青年笑着道 竟是依师兄亲自出马 这些出入神宫的弟子看来运气不错 旁边之人笑着说道 依天狱微笑着点头 他来到阶梯边缘 看向下方中人 在他身旁 还有一位绝代家人 两人站在一起 风采卓绝 令人不敢直视 吸引了下方不少人的目光 两人一看 便知是神宫非凡人物 听说这次正道之地 出现了一位妖孽级的人物 依天狱低声说道 你也有兴趣 旁边的女子笑了笑 李道子都亲自为他前往解剑山了 想必是有过人之处 倒是想要认识一下 此人不知是否会来此入神宫修行 依天狱开口道 在神宫中 能够和他比肩的人不多 寥寥数人 建功的李道子是其中之一 应该不会来 女子道 听闻他在天尊山那里修行 庄宏也在那里 庄宏 他应该也在冲击人皇境界了吧 依天狱低于 女子点了点头 不过 如今的你 应该比李道子 以及庄宏更接近那一境 对吗 依天狱眺望远方 接近于否有何意义 迈过去 才是人皇 而且 即便他过了这一步 依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他而言 人皇之境 并不是终点 而是真正开启他的修行之旅 此时 他脑海中不由得想起了两人 好天仙门故东流 还有夜福天 好天仙门解体之后 他们如今在哪里 又修行到了哪一步 每念及此 依天狱便会提醒自己不能松懈 他必须要比那两人进步更快才行 将来 他们迟早还会有一战 延续当初的那两场战斗 这时 神宫有长辈走来 各宫挑选弟子 当然 这一切都和夜福天无关 他一直在天尊山那边悟到修行 有如此好的修行环境自然不能错过 夜福天准备就在神宫中待一段时间 想必神宫有很多非凡之地 转眼间 便有将近一月时间过去 这一月时间以来 夜福天一直在天尊山修道 离到此则是一直在解剑山 这一天 解剑山最高的三座剑峰之一 一亮起了璀璨的剑光 有剑道之一直冲云霄 神宫中不同地方的许多人同时抬头看天 他们看到了这璀璨的一剑 李道子又解一剑 只差最后两剑便能入道了 诸人心中感慨 用不了一年时间 神宫中便将多出一位剑皇 那太玄山剑修还未去吗 有人议论道 一直在天尊山修行 是否会有意避开 据当初正道之地的人称 这是景极其骄傲 一人一剑面是天下风流人物 他不会避战 应当是真的在天尊山修行 而且 有人去过 感受到了他身上的道义 的确和天尊山之道契合 他不仅仅修建 此时 天尊山 一股神圣道威将一座坐到山笼罩 仿佛有着一层结界般 这一刻 无穷大道之一入体 叶福天的身躯此刻四变得极为伟岸高大 他睁开眼眸缓缓起身 在他身前 庄宏同样目光睁开望向他 道 修行好了 恩 叶福天点头 接下来去何处 庄宏问道 姐见山 叶福天开口说了一声 庄宏一笑 我也去走走 说吧 便见叶福天外部走出 庄宏随他一起 在姐见山外 有人看到叶福天和庄宏走出 顿时露出一抹一色 终于修行结束了吗 两人欲空而行 庄宏带路 朝着一处方向而去 姐见山的方向 有人到 顿时一道道身影破空 很快 神宫中有许多人得到消息 叶福天从天尊山离开 正前往姐见山 消息传出 许多人纷纷起身而行 即便是一些极为厉害的道船弟子 也出发前往姐见山 第1543章 傲气 姐见山 此时汇聚了许多强者在 有件修本就一直在此修行 也有人听闻石井将来 特意过来看看 那位一件拜进诸天骄的妖念人物 即便在神宫也拥有了不小的名气 他越是没有出手 神宫中的人越是想要知道 他究竟有多强 尤其是离到此这样一位 剑修还一直在解剑山等他 此时远处的虚空中 有两道身影朝着这边而来 看到两人出现诸人目光威名 终于到了吗 许多人可是已经等待已久 庄宏师兄 神宫之人见到叶福天身边的庄宏低声道 庄宏在神宫中 同样是极富盛名的人物 吃紧这些日来 似乎便和庄宏师兄一起在天尊山修行 庄师兄 叶福天他们两人到来之后 不少人都对着庄宏行礼 这倒是让叶福天露出一抹一色 有些差异的看了一眼身旁的庄宏 看来这庄宏在神宫中的地位很高 难怪当时给他不小的压力 不过却也没有爆发战斗 不然或许可以了解庄宏的实力 叶福天还看到了一些熟人 不少人目光看向他之时 眼眸终于引流露出战役 似乎都想要看看他这位 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妖孽究竟有多强 而且还有一人让叶福天有些惊讶 依天玉他也在 不过叶福天目光并未在依天玉身上停留 只是看了一眼便移开了目光 庄宏只见此时 依天玉开口喊了一声 庄宏目光望向依天玉 又看了看他身边的女子 道你们这是在一起了 以前这两人的关系虽然有些苗头 但并未走到一起 如今却并肩站在一块 莫非是最近他一直专注于修行冲击人皇境界 都不知道神宫中的一些事情了 依天玉淡淡一笑 没有回应他目光落在叶福天身上 道神宫弟子 依天玉 神宫弟子 叶曼 女子看着叶福天开口说道 他的美眸中虽有浅笑 然而叶福天却依旧能够感觉得到他身上的那股傲气 仿佛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之意 这点气质 倒是和依天玉有些相似 而且这叶曼也算是和他同性了 这两人都非上宵界之人来自九大至尊界的其他界不过都是顶尖势力的后人 据说一位是神朝太子一位是谷国公主身份超凡天赋也齐高倒算得上是非常般配 庄宏对着叶福天传音一声 简单的介绍了两人 叶福天自然知道依天玉的身份 倒是没有想到这叶曼 也不是上宵界之人 是因为都在异乡 因而才产生了某种情感 太玄山 石井 叶福天对着两人点头回应道 之前便听闻太玄山有绝代见修士井 如今神宫弟子 皆都想要一见 如今见到本人倒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 依天玉微笑着说道 显得彬彬有礼 此刻的依天玉 倒是和他在天玉界所见到的依天玉有些不一样 当然 也可能是各自的心境都不同 客气 叶福天微笑着道 依天玉也没有多言 今日他也只是好奇想要来看看 李道子毕竟是和他齐名的人物 他和太玄山绝代见修之战 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时 有一股冰寒之意降临叶福天的身上 叶福天皱了皱眉 目光转过 便看到一行身影出现在那 这一行身影气质极其的冷 宛若万年不化的寒冰斑 眼瞳之中都似藏有风雪 看一眼便给人领东之感 极其的冷 在这一行人中 有人叶福天认识 印象还不浅 毕竟抢了别人的生命之权 接着又继续抢了道果 这哪能不印象深刻 这女子自然是陆青瑶 在她的身边有一位一身皆白的青年人物 即便是头发的雪白色泽 宛若冰雪之色 容颜极为俊美 她的气质非常的冷 在这一行人中 便是此人身上流露出的道威最强 见夜福天目光看向这一方向 这青年的眼眸直次夜福天的眼瞳 尽刻间夜福天只感觉要进入另一片世界 无尽的冰雪世界 她的神念都似要冰封 化作漫天冰霜 思维都变得迟钝 她的静脉雪液 四夜同样遭到了寒冰侵蚀 仅仅是一道眼神 夜福天的身上覆盖了一层雪白色的冰霜 像是要凝结为寒冰雕像 嗯 许多人都露出一抹一色 李道子还没有出手 便有人要提前和夜福天交锋不成 而且 此人还同时是神宫两宫道传弟子 乃是一位奇才 两位顶尖人物传授其道 陆清瑶是她的师妹 当初同样被夜福天击伤的幽冰道尊弟子白秀 同样是她的师弟 此人也是从幽冰道尊 江测 神宫顶尖人物之一 感受到入侵而来的寒冰道义 夜福天血脉翻滚 躯体之中一股可怕的剑道之意席卷而出 极为棒驳 将那股寒冰道义驱逐 她的眼神如同利剑 和对方的眼瞳相碰撞 一时间 在两人的身体周围形成了一块极其压抑的空间 满天似有飞雪落下 飞雪之中还有着极其锋利的剑道气息 两人的身体都没有动 但他们却像是出现在了另一片空间世界 在无尽冰雪和剑道的世界 夜福天站在那看着对方 这江测已领悟出了道魂 神念极为可怕 江测想要将他的神魂都冰封 他们在做什么 解剑山前的许多人露出一抹一色 周围空间的温度不断下降 剑意已经扩散至极为遥远的地方 但那两人却一动未动 仿佛都在入定状态 神魂在交锋 有人开口说道 空狂暴的寒冰风暴吹打在周围天地间 夜福天他们被那股风暴所淹没埋葬在里面 但灵力的剑意始终不曾熄灭 无穷见到之意流动着 一股股破灭之音传出 夜福天躯体之中大道轰鸣 粉碎一切 似有一道清脆声响传出 仿佛是什么破碎了斑 顿时寒冰之意渐渐削弱 剑意也缓缓散去 夜福天身上的冰雪融化 江测的眼眸恢复如常 他深深地看了夜福天一眼 道路师妹拜的不冤 旁边陆清摇看了江测一眼 心中无言 看来江测师兄也一样承认此人实力之强 还有何指教 夜福天对着江测开口问道 李道子已经在此等你多日 今日 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江测回应一声 冰雪散去 他没有再释放威压 刚才他只是试探了夏夜福天 蛇魂磅驳强横 体内到一翻滚不息 这样的人 绝对是顶尖级的存在 夜福天转过身 目光朝着解剑山望去 解剑山有剑山八十一座 每一座山都如同一柄临天之剑 欲一剑冲入云天之上 他的目光似穿透了空间 朝着解剑山伸出望去 越过那一座座剑山 他看到了一道身影 坐在倒数第二座山前 安静的座物见到 仿佛并不知道夜福天的到来 也并不关注 夜福天迈步往前而行 一步步走出 此时 有人身体腾空 目视李道子所在的方向 开口道 李师兄 石井已道 李道子仿佛没有听到般 依旧端坐在那 但就在这一刻 一座坐剑山陡然间 同时释放出剑意 大道剑山通体璀璨 似有无穷剑道气流 在剑山之上流动着 而引动这股力量之人 仿佛便是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身影 我等的人 当解剑至此 一道缥缈声音传出 响彻无云虚空 所有人都能够听到 这傲气凌云的声音 他虽在此的等待 太玄山剑修石井 但若是石井无法解剑到他面前 那么 有何资格让他等 又有何资格让他出剑 这一战 李道子并不仅仅是为了 弟弟李寻拜于夜福天手里 若是如此 他根本不会走出 他想要的 是有一位同样卓绝的剑修 印证剑道 顿时一道道目光落在夜福天身上 有人开口道 既如此 石井 解剑八 夜福天听到这句话露出一抹奇异的神色 他笑了笑 随后朝着一座剑山走去 看了这座剑山一眼 剑山之中 藏有剑道气流 我来解剑山 不是为了挑战谁 更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我解剑 也同样不是为了到达谁的面前 只纯粹的因为 我修剑道 夜福天幻音落下 脚步往前而行 一面一动 刹那间在他身前 无穷剑一直冲云霄 化作一剑 从到山中直接冲出 随后 是第二座山 第三座山 一座座剑山 同时释放出极为绚丽的剑光 使得诸人目光凝固在了那里 这还是解剑吗 这是什么解剑速度 李道子有他的骄傲 夜福天若不能解剑到他那里 便没有资格接他的剑 夜福天也一样 他来此 并非是因为李道子在等他 也不是为了挑战李道子 只因为 这里是剑道修行之地 诸人只见夜福天一步步往前走出 每一步走出 周围剑山之上 皆有力剑直冲云霄 大道尖一暴走 朝着夜福天的身体流动而来 极其绚丽 这 诸人看到这一幕 一时尽有些无言 第1544章解剑 这是什么解剑速度 即便是那些道传弟子 同样盯着夜福天 尤其是神功建功之人 眼神极为锋利 解剑山乃是剑修必来之地 但似乎这一代从未有人 以这样的速度解剑 如今建功仁皇之下第一人李道子 他当年做到过吗 好家伙 装红看着夜福天也一阵无语 在天尊山一念 班山遍也罢了 如今在解剑山 又是如此 一天玉和夜曼也来到了装红的身边 只听一天玉开口道 一念解剑 剑公有人做到过吗 历史上应该是有的 装红开口道 不过 我没这一辈 据我所知 没有人做到过 当初李道子入神功解剑 一天之内解剑49 震惊神功 直接被剑公之主收为道传弟子 这么看来 是要打破李道子所创的记录了 一天玉低声道 你既随他同行而来 想必也是感觉到了他的非凡 可曾交手过 装红摇了摇头 道 这人 非常有趣 夜福天入天尊山 便一念班山 让他有些兴趣 后来这家伙便一直修行 还当着他的面啃道果 简直混账至极 你认为 他和李道子 谁的剑更强 一天玉问道 他也有了几分兴趣 那要打过才知道 装红开口说道 李道子在神宫修行多年 成剑公之主传承剑道 如今的战斗力绝对是超强的 纵使夜福天在正道之地一战成名 但他也不敢说就一定能够胜利道子 谁强谁弱 还真不好说 一座座剑锋之间 无穷剑意流动着 夜福天于剑锋中间一路迈步往前而行 所走过的剑锋 皆有剑意朝着夜福天身体流动而去 仿佛剑和道共鸣 他通天璀璨 剑意流转周身 那股剑道之意于他经脉中流动着 刻在道骨之中 血脉翻滚咆哮 这还是人吗 万首宜这些日也在解剑山这里修行解剑 但他解剑的速度很慢 如今看到夜福天前来解剑 杜尤德有心无语 他也算是太玄山上天赋顶尖的剑修了 否则不会被选中来此 然而 为何差距会如此之大 他的眼睛 落月在万首宜身边 他的美眸看向夜福天那双眼睛 此时夜福天的眼瞳极其妖异 深邃无比 宛若剑童 又如道童 能够看穿天地大道 他或许修行了某种特殊能力 能够看穿解剑山之剑道 万首宜同样被那双眼睛所吸引 竟猜测到了一些真相 夜福天自然不会知道诸人此刻在想什么 此时的他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状态 他看不到人 唯有剑 在他的神念之中 那一座坐到山并非是山 而是剑道 每一座山蕴藏的剑道皆都不同 似都是神功先辈人物所刻于此 在他这种奇妙状态下 周围一座坐剑山都仿佛化作了一柄剑 有虚无身影演练剑道 刻入他脑海之中 便也有无穷建议流动至他身上 使得他承受着极为强大的负荷 生命到一磅礴 使得他身体进入一种极限状态 手中直接取出一颗稻果 放入嘴中便咬了一口 又来了 装红油总想要暴打夜福天的冲动 其他人也目瞪口呆 又岂时那些曾在正道之地和夜福天争 并且被他击败的诸强者 更是无语地看着这一幕 太过分了 多少坐剑山了 有人喃喃低语 像是在问自己 三十二座剑山建议流动 和他产生共鸣 有人低声回应 内心震荡 虽然夜福天的脚步放慢了些 但从一开始到现在 他一步都未停下 只不过迈步的时间间隔变长了些 直到这时 他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 站在原地安静地感受着 他体内 竟有建议呼啸之音传出 终于停了 许多人开口道 然而 不过展察时间 夜福天竟又动了 沐浴在无穷建议之下 一步步往前而行 随后 他身边的剑锋 又有强大建议流动而出 朝着夜福天身体而去 有意思了 许多人心中暗道 很快 当初李道子所做的一切便会被夜福天所超越 李道子和夜福天两人高傲对话 如今 这太玄山剑修 以行动回应李道子 他来此解剑修行 和李道子无关 次十八剑 解剑山的人皆都被夜福天所吸引 平日人诸人前来解剑修行极为寻常 无人会过多关注 但夜福天因为李道子一事 一来便引起了许多人注意 随后解剑 震惊所有人 以至于此刻这里所有人都忘记了修行 都看着他解剑 伴随着夜福天继续往前 第四十九座剑锋之剑呼啸朝着夜福天身上流动而去 一个时辰之内 解剑四十九 当初 李道子用了一天时间 此时 倒数第二座剑锋锁在地 李道子依旧坐在那感悟修行 不问外界之事 仿佛和他无关 他通体璀璨 剑已凌霄 仿佛只要他意念一动 剑可斩天 在他身后不远处 李寻出现在这里 他一直关注着夜福天所做的一切 心中有些感慨 没想到太玄山出了一位如此卓绝的剑道妖念人物 四十九剑了 这时 正在闭幕修行的李道子忽然间低声说道 四字言自语 是 四十九剑 李寻神色凝重 李道子微微点头 继续闭幕修行 还差两剑 人黄不远 他需要一位强大的剑修出现 为他试剑 夜福天的出现 很好 他并为因夜福天打破他当初所做到的事情而生出异常情绪 心无波澜 安静等待着 如今已经能够肯定 夜福天必然能够走到他这里 解剑四十九剑之后 夜福天没有继续前行 而是在原地坐下 道国已经被他吞入口中 整个人被无穷剑意包裹 如一剑道残剑般 这次 他停留了许久 并非是没有领悟 而是他发现解剑山前面四十九剑和后面的剑不一样 这四十九剑 是单一剑式 意味着无论多少剑 无论如何出剑 但其根本 可归入一剑 但次这一剑往后 便不一样了 看来 他感知到了 剑宫的人看到夜福天心中暗道 解剑山前面四十九剑 是解剑山的基础 神功曾经有一位剑道巨拨人物曾经提出一个观点 诸天剑道皆可由四十九剑演化而生 只要四十九道剑道之机 便可演化创造出无穷剑法 这位巨拨人物创出四十九剑之后 后来神功剑道强者将建议刻在四十九座剑峰之上 再之后 有强大的剑道人皇以四十九剑为基 演化出多种剑法 刻在后面的剑山之中 于是 便有了如今的解剑山 夜福天安静坐在那 心无旁骛 仿佛进入一片剑道世界 在他身体周围 出现了四十九道剑影 每一道剑影进阶不同 展出不同的剑 他精心感悟 似想要将这四十九剑刻在脑子里 虽说这不是什么厉害的剑法或者剑道绝学 但夜福天却感觉到其极为精妙 若能够将这四十九剑彻底悟透来 以后修行任何剑法 都可能是半功倍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夜福天却依旧坐在那 没有半点反应 仿佛完全沉浸于剑道感悟之中 怎么还不动 许多人露出一抹一色 已经过去了半日时间 一个时辰内便解剑四十九剑的夜福天 却到此刻还没有动 安静等吧 有人开口道 这一等便过去了一天 夜福天还是坐在那 没有反应 当初里道子一日解剑四十九剑 但似乎很快便继续前行了吧 这时仅一个时辰内解剑四十九剑 但至今不动 莫非是取巧 并未真正参悟 于是才在解剑后花如此多时间 有人猜测到 一天时间实则很短暂 物件也极为正常 只不过夜福天之前太过耀眼 一个时辰之内解剑四十九 因而此刻形成了一些反差 而且到现在夜福天依旧没什么反应 还在继续感悟修行 这一等 诸人便等了三天 三天来 所有人都以为快乐 但夜福天却就那么做了三天 感悟了三天 有人已经没了耐心 道 看来 是我们多想了 走吧 说罢便身形闪烁离去 有人带头 接着便陆续有人离开 略有些失望 接下来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 他们也要修行 没有太多时间耗费在这里 然而就在这时 夜福天身上无穷建议归入身躯之内 他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前方 起身 结束了 许多人无言 终于等到了 三天 或许 是我们高看了 夜满见到夜福天的动作道 既然都等了三天 再看看吧 一天欲低声回应 夜满没有说什么 夜福天继续往前而行 走过第五十座剑锋 三天四十九剑 接下来 怕是会更慢 也不知道等不等得到他和李道子交锋 有人开口说道 夜福天一步步往前而行 走过第五十座剑锋 就在许多人议论之时 那一座剑锋忽然间绽放无比绚丽的剑光 照耀在夜福天身体之上 沐浴这璀璨剑光 夜福天继续往前 随后 第五十一座剑锋亮起 第1545章庆幸 一步一解 那些本也想要离开之人脚步瞬间将硬在那 再无法抬起挪动 一阵恶然的看着夜福天 一个小时内解剑四十九 之后坐悟三天 就在诸人以为他将会耗费更多的时间解剑之时 他竟然和之前一样 一步跨过 剑已解 然而 这怎么可能做到 四十九剑之后 已经不再是单一剑式 如何一念解剑 一道道身影闪烁 靠近夜福天所在的方向 目光眺望那道沐浴无尽见到光辉的身影 解剑四十九剑的速度 神宫这一代已是无人能够比肩 如今 四十九剑之后 这是要创造前无古人的历史吗 莫非 他之前花费三天时间感悟见到 便是为此刻做铺垫 这家伙 这让剑宫弟子多没面子 庄宏一直没有离开 剑也福天如此解剑 让剑宫的剑修连往哪里割 李道子当初虽然一日解剑四十九 但之后每一剑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越往后越难 但夜福天解剑第五十剑以及五十一剑 和之前解剑第一剑第二剑没有任何区别 依旧是一念之间 压压他也在人群之中 并且在过去的那些日已经解了许多剑 但此时看到夜福天解剑也一样心中无言 解剑山的剑 何时这么容易解了 只见这时 夜福天于群山间迈步而行 他看向第五十二座剑峰 眼眸依旧透着璀璨的奇异之光 一瞬间 便有剑影直接映入脑海之中 他看明白了那是什么样的剑导之意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切起于基石 他之前用了三天时间误剑 便是将那四十九剑的基础彻底参悟透彻 并且融会贯通 那么接下来 由这四十九剑演化而生的任何剑 都难不倒他 甚至前面的这几剑 很轻易的便能够看透解开 停顿了片刻 夜福天的脑海中出现了剑影 剑法 那座剑峰之上 有锋利的剑翼直接朝着他身体而来 还有剑光直冲云霄 他抬起脚步迈步往前而行 云淡风轻 第五十二剑 解 夜福天虽云淡风轻 但其余珠强者看到这一幕一阵无言 虽然停顿了片刻 但也仅仅是片刻而已 还是一念之间解剑 许多人都生出和鸭鸭一样的念头 解剑山的剑 这么好解 仿佛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但既然如此 为何神宫中的剑弓剑修无法做到如此 那么 这才玄山剑修的剑道天赋 真有如此强吗 剑弓弟子 皆都不能与之比肩 之后 五十三剑 五十四剑 五十五剑 解剑的速度渐渐变慢 不再是一瞬间解剑 但即便慢 也只是相对叶福天所做的一切而言 在诸人看来 实则依旧只是一念间 只是关键三片刻 随后物件解剑 如此快的解剑速度 叶福天只用了一个时辰 解开了第七十二剑 李道子当初解剑七十二用了多少天 有人开口问道 询问剑弓弟子 他们很自然地将叶福天和李道子放在一起对比 七天 有人开口道 对此记忆犹新 毕竟当年李道子入神宫求道 之后与解剑山解剑 也是造成了一时轰动的 因而不少人都记得 那次李道子的解剑 是一段时间的记录 有不少人没有人做到过 如今 李道子被超越 而且 远远不仅是超越两个字能形容 李道子七天解剑七十二 夜福天一个时辰 这甚至令人生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一个时辰 这太恐怖了 哪里道子来对比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之前回话之人叹了一声 据我所知 这应该是神宫有史以来解剑七十二剑最快的记录了 这道声音不少人听到 瞳孔微微收缩 内心震撼得无以复加 太玄山一位前来神宫修行的剑修 竟然打破了神宫有史以来的记录吗 这 此时神宫中许多道场宫殿之内 一位为老者目光睁开 神念笼罩无垠空间 降临解剑山所在的位置 在剑宫之内 有一位老者甚至停止了修行 他迈步走到一处高地 目光眺望着远处解剑山的方向 这时 又有几道声音走到他身边 同样眺望远方 轻声道 七十二剑了 嗯 七十二剑 只用了一个时辰 那老者低声回应道 像是很平静 但内心却显然极不平静 否则 以他的身份境界 又怎么会关注一位后辈姐姐 又怎么会亲自走出 毫不掩饰自己在注意那边的动向 是记录了吧 旁边的人低声道 是 老者点头应了一声 只有一个字 但所有人都感觉得到这个字的分量 七十二剑的记录 接下来 还剩下最后九剑 不过这九剑的记录应该是破不了的 毕竟这和境界有关 叶福天的境界还未到 解剑八十一 便意味着要铸就剑道神轮 称为剑皇 而听说 这时仅在正道之地 才刚突破到念盘之境 怎么可能入人谎 虽说如此 但这解剑七十二剑的记录 已经足以证明其剑道天赋之卓绝了 是太玄道尊的亲传弟子吗 义人低声道 如此出众的剑道天赋 又是在太玄山上修行 怎么可能只是一位普通修行者 而且他也得到了此次名额 这意味着太玄山之前就知道他极为出众 太玄道尊称不再收弟子 或许没有师徒之名 但却有师徒之实 义人回应说道 诸人暗暗点头 应该如此 这样的剑道天赋 太玄道尊应当亲身指教过 传奇剑道 这么说来 倒是可惜了 老人叹息一生 有爱才之心 想要收为弟子 但既然是太玄道尊的门人 想要抢人也不现实 这事情也没有表现出愿意入神功的想法 而且 以如今太玄道尊的境界 神功中 也唯有一人能够与之比肩了 拿什么和太玄道尊抢弟子 即便是剑功出手 也没什么优势 此时的叶福天自然不会去想那么多 他哪里会知道如今神功中有一些大人物已经在关注他解剑 七十二剑之后 叶福天脚步缓了下来 再往前走去 他看想第七十三座剑山 那双眼同似藏有璀璨神光 能够一瞬间清晰地感知到剑道真意 这也是四十九剑之前 他轻而易举便能解剑的原因所在 但到此刻 即便能够感知到其中真意 想要领悟沟通依旧并不容易 他脑海之中似出现一片剑影 极为深奥 这是一超绝剑法 同样是四十九式剑法演化而生 但到如今 演化而出的剑早已不是寻常剑法了 纵然是他 也无法做到一念解剑 叶福天停留了展察时间 终于 第七十三座剑风亮起了绚丽剑道光辉 和叶福天身躯共鸣 两人之间似出现剑道桥梁 还是这么快 朱强者内心极为震动 叶福天的躯体之中也出现了无穷剑意 在开辟剑脉 铸就剑道之躯 他继续往前而行 开始解第七十四剑 这一次 他解剑半个时辰 第七十五剑 他花了两个时辰 第七十六剑 用了五个时辰 第七十七剑 耗时一天 第七十八剑 朱人等待了三天 剑解 只剩最后三座剑山未解 十天不到 解剑七十八 剩最后三剑 朱人似乎已经麻木了 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 这是什么剑道天父 他解剑多少日 剑山之人便陪了他多少日 李道子这次来之前 便也是剩下三剑未解 如今剩两剑 但李道子用了多久才剩三剑 这台玄山石井 用了多久 叶福天此时通体已经化作了真正的大道剑体 浑身上下皆都流动着剑意 叶福天看响最后三座剑山 第七十九座剑峰 剑一缭绕 在叶福天的眼里 这座剑峰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山峰 而是一尊剑神雕像 山中藏道 剑道超绝 他看到了一尊剑神虚影 随后他又看到了无数剑影出现 展出无与伦比的剑 这一剑拟解不了 坐下来好好参悟 这时 前方一直坐在那的李道子开口说了声 叶福天看了一眼李道子的背影 随后笑着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参悟那座剑山 像是真的听从了对方的话 坐下来参悟 这一幕使得许多人都露出一抹一色 叶福天 竟然这么信任李道子 事实上 叶福天并非是因为李道子的话而停下 而是当他看到那剑法之时已经明白 此剑解不了 此十九剑是一段 接下来的剑是另一部分 而这最后三剑自成一体 讲要解开这三剑 之前的剑道需要彻底融会贯通 因此 在听到李道子的话语之后 他便直接盘息而坐感悟修行 事实上没有李道子的话 他也一样会这么做 叶福天没有回头 但却知道叶福天在做什么 他心中有些庆幸 庆幸这太玄山剑修的天赋 比他想象中的更强 庆幸他虽将为对手 却依旧愿意信他之言 这才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对手 这一战 他很期待 第1546章剑道之战 叶福天坐在剑山前感悟修行 仿佛外界一切皆都与他无关 此时他的心中只有剑 无数剑影于脑海中呈现 叶福天却一直不曾领悟其重要点 虽然他能够看清楚那是怎样的剑 但还是无法领悟其中精髓 他只知道 这剑法很快 极致的快 人和剑一体 剑在何处 人在何处 感悟许久 叶福天目光从那座剑山之上移开 他望向右前方的那座剑山 也即是李道子所在的那座剑山 倒数第二座剑山 这两座剑山位置相差不大 甚至可以看作是并行的两座古风 李道子此刻便一直沉浸在这座剑山的修行感悟之中 叶福天目光看向那座剑山之时 身上剑意流动 使得许多人眼眸中露出一抹一色 叶福天这是何意 倒数第三座剑山还未感悟 便这么直接跨过去 感悟倒数第二座剑山 叶福天敢知道无穷剑意汇聚于这座剑山 他脑海中仿佛呈现出千万只剑 这些剑产生了某种共鸣 和大道共振 形成某种奇特的频率 最终诸剑归一 使得剑意极其恐怖 李 叶福天心中低语 虽然没有能够感悟解开这两剑 但是 他却能够领悟到这两座剑山的精髓是什么 当年刻剑道于剑山之上的强者 以49道基础剑事告知诸人剑道 可由49剑事著成 最终剑道归一 其真正的精髓只有两点 快 锋利 极致的快 极致的锋利 便是剑道之追求 剑有万兵之王的称号 剑之攻击 主杀法 快准狠 剑不快 到了这等境界很难伤人 剑不锋利 防御都破不开 追求到极致的快和极致的锋利 那么一切剑法 皆为超级剑法 叶福天并没有感悟多久 他望向最后一座剑山 眼眸深邃 神念融入剑山之中 很快叶福天便将神念收回 他已经懂了 难怪庄宏对他说 若能够解剑山八十一剑 那么 可助剑道神轮 事实上 这句话也适合反着说 不住就剑道神轮 便解不开这第八十一剑 两者相通 这一剑 他一时绝对是解不开的 虽不知道是否一定要踏足剑黄层次才有机会 但短时间内不可能 看明白这一切之后 叶福天又回到了倒数第三座剑山 看着那无数快剑 无穷剑影 这一参悟 便是整整七天时间 这七天来没有人离开 甚至还有人来此观叶福天解剑 只有最后三剑了 他们想要看看叶福天这三剑能否解开 又能解几剑 解剑之后 李道子便将出手和他交锋了吧 此时叶福天通体璀璨 宛若化为剑道真身 不仅仅是他的身体 那座剑山也通体璀璨 无穷建议于剑山之上流动不止 只剑这时 从叶福天身躯之上 一道剑光直接横穿虚空 划过长天 快到极限 一瞬消失 但虚空中 却出现了一道剑痕 公之后 是第二剑 第三剑 一柄柄剑连续沙发而出 一道道剑光接连绽放 很快 叶福天身体上空出现了无数剑痕 有无穷剑影在呼啸而过 像是为了回应叶福天 那座剑山之上 同样有着一道道剑影呼啸而出 直冲云霄 第七十九座剑山 解 泰玄山石井 已经做到了和李道子一样 只剩下最后两剑未解 而且 石井所用的时间和李道子所用的时间 根本不能放在一起比较 这必然 又是一个记录 这是要一路黑到底了 庄宏低声道 继续解剑 恐怕除了最后一剑 其他剑都将被他解开 剑到天赋上 的确称得上是天纵奇才 依天玉也赞了一生 心中隐隐有结交之意 若他知道叶福天的真实身份 不知会是何种感想 竟然想着和叶福天结交 剑公弟子无言 谁能想到 叶福天能够一路解剑至此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解剑数量直接追上了李道子 这时 第八十座剑山前修行物件的李道子目光睁开 他站在剑山的山腰 身形转过 长袍裂裂 他的那双眼眸环绕剑意 直接看向了叶福天 解剑七十九 叶福天已和他一样 叶福天自然感知到了李道子身上的剑意 他抬起头 目光同样望向了李道子 这位神剑李家的后辈第一人 剑公人皇之下第一人 神功最强的几人之一 在这里等他 而且 若他无法做到解剑至此 便没有资格让对方出手 何其骄傲 如今 他解剑而至 不过并非是因为李道子 只是为了修行剑道 但此时 他也和李道子站在了同一起点 都是第八十座剑山前 李氏家族 剑公弟子 李道子 剑山之上 李道子目光看向叶福天开口说道 很显然 李道子要出手了 自报姓名 已是对对手的尊重 叶福天能够来到这里 自然足以得到他的尊重 他将和叶福天一战 事件 求道 剑道差一步 他需要契机 不知这位天父璀璨 名震神宫的太玄山剑修 能否为他带来这契机 太玄山秦师 剑修 石井 叶福天开口道 以前他的介绍是秦师 但如今他表现出剑道天父 因而自称太玄山秦师 剑修 你我姐剑一样 在此一战 没有谁会占地利 李道子开口说道 他话音落下 手抬起 刹那间 一座坐剑山之上 竟有无数立剑直接出现 悬浮于空 剑山璀璨 争争而鸣 无数剑 进阶指向叶福天 之前庄宏和叶福天在天尊山搬山为道 如今 李道子同样借剑剑山 诸人抬头看天 七十九座剑山之上 进阶有剑悬浮于剑山之上 剑剑所指 正是叶福天所在的方向 每一顶剑都弥漫着可怕剑意 仿佛在同时颤动 共鸣 不仅仅如此 这些剑的周围 像是流动着无穷剑意 每一旅剑意 都像是真实存在的剑 李道子站在第八十座剑山之上 宛若剑道主宰 他的身体 也沐浴无数剑光 浩强的剑意 在场的诸人进阶抬头看响那些悬浮于空的剑 这便是李道子的实力 剑工人黄之下第一人 距离剑黄之境也已经不远 只剑虚空之上 站在那的李道子挥手 朝着叶福天展出 口中吐出两个字 刹那 神剑李家的刹那之剑 不过 却是借剑山无穷剑意 绽放刹那之剑 这一瞬间 无数剑光直接贯穿了虚空 刹那而至 展向叶福天的身体 七十九座剑山 七十九柄剑 刹那之间 叶福天被变剑意所湮灭 仿佛要在剑道之下化作尘埃 在李道子出手之时 叶福天整个人便仿佛 和一座座剑山产生了某种共鸣 当苍穹之剑降临而下之时 他的手指朝天一指 这一指 叶福天的头顶之上 爆发出一道神圣璀璨的剑道神华 像是有一片光幕席卷而出 诸人没有看到叶福天被剑所淹没的场景 而是看到了极为震撼的一幕 七十九剑鞋无穷剑道气流降临而下 空在叶福天头顶上空 但叶福天指出了一剑 这一剑和剑山共鸣 七十九座剑山进阶和这一剑相连 化作了一片连天剑木 挡在了叶福天头顶上空 将空间隔断 剑道受阻 剑公弟子看到这一幕内心震荡着 两人一出手 便是如此绚丽之剑 简直恐怖 无论是李道子还是石井 都是剑道奇才 见剑道受阻 李道子面无表情 那双剑同中没有丝毫波澜 他脚步往前走了一步 意味飘动 全幅于叶福天头顶上空的剑 没有一柄剑破碎 紧接发出尖锐刺耳的力笑之音 中尾剑意越来越强 从一座座剑山之上 飞来更多的剑 李道子手掌伸出 朝着下空岸去 刹那剑 更强的剑压破而下 每一柄剑都发出恐怖剑笑 将那剑木一点点的破开撕裂 欲将之强行破碎诛杀而下 叶福天双手伸出 从剑山之上流动而来的剑道气流 不仅化作了剑木 有一柄柄力剑凝聚而生 出现在叶福天的身体周围 去 叶福天口中吐出一道身影 无数剑逆势往上 从他铸就的剑木中穿透而过 和对方的剑碰撞在一起 疯狂的湮灭粉碎 两人之间出现了一片毁灭的剑道乱流 旗鼓相当 许多人心中暗道 两人的剑争锋相对 仿佛威力相当 同时湮灭粉碎 此时 不仅仅他们在关注这一战 有人隐隐感知到 似乎有神功大人物的神念降临而来 在窥探这一战 讲必 神功中有不少人黄人物 在暗中观战 此时的剑功之中 数位剑黄极存在便站在一起 眺望远方 这一战 你们看好谁 那位之前便注意了叶福天的老者开口问道 李道子他在神功修行不少时间 剑术早已大成 这时景纵然天赋其高 而且对解剑之物性更强 但在剑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我更看好李道子 一人回应道 李道子 应该不至于败才对 又有一人道 也有人没有发表看法 老者轻轻点头 继续隔空望向战场 这一战 纵然是他 此刻也看不透结局会如何 毕竟两人还没有真正释放出实力 第1547章一剑破万法 解剑山 李道子目光灵是一叶福天 两人同样解剑七十九 对剑山剑一只运用相差无几 胜负便终究还是要回归本身 自身实力 谁更胜一筹 只见李道子通体璀璨 他双手凝硬 一道无比绚丽的剑光从他身上绽放 他的身体流出无穷剑道气息 卷向诸天 在苍穹之上悬挂着一柄神圣无比的剑 此剑声 天地间无数剑在轻盈 仿佛要低头 这是李道子的剑魂 剑魂出现的刹那 天生意象 无尽剑道霞光绽放 苍穹之上有无尽符纹垂落而下 金色的符纹布满浩瀚的虚空 每一道符纹 都像是蕴藏剑道 苍穹之上的剑魂之剑在分裂 一化为二 又化作三 三生万物 很快 天穹之上 有无数神剑 笼罩苍天 每一柄剑之上 都落上了璀璨至极的剑道符纹 从天上往下 叶浮天目光望向周围 无尽符纹流动而下 从他身边流淌而过 剑山之剑亦被召唤而生 这片解剑山 被李道子的剑所埋葬 叶浮天体内 剑一磅驳 道义进阶化剑 剑魂出现 虽没有李道子的剑魂那般绚丽璀 但却有着强盛至极的剑道气息 使得他身体周围刮起一片可怕的剑道之光 吃 一道尖锐刺耳的咆哮之音传出 一柄烙印着剑道符纹的璀璨金色神剑一瞬降临 朝着叶浮天诛纱而去 隔空纱法 天地间留下一道金色剑痕 嗡 叶浮天抬头看了一眼 神念一动 可怕的剑气风暴之中 有一柄剑破空 天地开一线 斩天 两柄剑一瞬碰撞 相互贯穿了对方 直接撕裂粉碎 一道湮灭消失 然而 天地四被撕裂开来 剑笑之音可怕 又有金色神剑贯穿虚空而至 继续杀向叶浮天 叶浮天身体周围 一道道开天之剑斩出 继续将之粉碎 但却见虚空之上 金色神剑化作剑道之河 疯狂朝着叶浮天淹没而来 叶浮天抬头看响虚空 无数神剑破空杀来 皆都是一瞬之间 他身上涌动着超强剑翼 万象切割剑翼爆发 一瞬间 无数万象切割的利剑 直接斩断了虚空 不仅仅快 而且同时斩在不同的方位 将剑道河流都直接斩断 远处之地 无数人抬头看天 两人所处的空间 已经被剑所淹没掉来 这剑意诸强者看到这一目无言 那些剑 每一柄剑都能够斩杀涅槃 无数剑落下 即便是一只圣道大军也能斩灭 七十九座剑山与两人产生共鸣 剑意灵天 李道子看向夜浮天 他脚步往前走了一步 身体悬浮于天 苍穹之上 无穷道义汇聚在一起 融入到他的剑魂之上 与此同时 在剑魂周围也出现无数神剑并力 仿佛只要一念之间 无穷神剑便将同时杀伐而下 翁 剑落 剑之世界 宛若末日一般 苍穹之上一柄无边巨大的垂天之剑 直接射出诸天剑光 从苍穹之上直接射向夜浮天的身体 无数剑意在夜浮天头顶上空咆哮着 万象七哥的剑意忽然间卷向夜浮天的身体周围 他双手托起剑魂 随后朝着虚空拍打而去 剑出 流年 剑道似要逆流 一切尽皆要湮灭于其中 痴痴 无比可怕的剑笑之音传出 虚空似被剑撕裂出一道可怕的痕迹 在那逆流的剑意之中 一柄神剑从天穷往下 万法歼灭 流年风暴无法逆乱其剑意 甚至 撕开了流年剑道风暴 杀向风暴制之下的夜浮天 神剑李家的末日和太玄道尊的神剑流年 究竟谁的剑更强 许多人震撼地看着眼前 这绚丽一幕心中暗道 恐怕关键还是要看遇剑之人谁更强吧 末日神剑属于神剑李家的绝学 但此时李道子所释放的末日神剑 已经不仅仅是末日之剑 还融入了他在神宫所学 无数剑印所画的剑盒 每一条剑盒都是无比可怕的杀戮力量 剑道末日神剑从风暴中刺穿而至 夜浮天眼瞳冷漠 手指朝天一指 逆乱大道的流年之剑一瞬消散 竟直接朝着李道子的本尊而去 流年神剑没有能够摧毁末日神剑 但末日神剑同样无法毁掉流年 两者属于不同的剑 竟相互穿透而过 各自杀向对方欲剑之人 李道子看到剑制 神色不动 他的身躯也化作了神剑 无数剑意从体内爆发 他的经脉化作剑道经脉 他的骨骼之上也烙印着剑痕 他整个人就像是一柄剑 万剑归一 他身体之上释放无与伦比的剑道光辉 既然流年之剑无法阻挡 那么便不去阻挡 吃 神剑之光似直接穿透了李道子的身体 但他却神色没有丝毫波澜 他的身躯之上出现了无数剑道符纹 爆发出滔天剑意 和杀来的剑碰撞在一起 毁灭的风暴之中 他的眼瞳却依旧低头看向下方的夜浮天 他以诸旧剑道之体 身化为剑 纵视神剑流年之术也休想摧毁他 他倒要看看夜浮天 如何承受得了末日神剑的杀戮 大道剑体 诸人明示李道子的身影内心震动 这么疯狂的吗 两位剑修交锋之战 竟然不是剑与剑的对决 而是剑与人的对决 看到末日神剑杀来 夜浮天身体竟直接闪烁而动 消失在了原地 末日神剑肆意将他锁定 朝着他追杀而出 只见夜浮天也如同一柄剑般穿梭于天地间 降临高空之上 李道子直接承受他的剑 实景 这是不敢接对方这一剑吗 有人开口道 不过夜浮天应该还没有铸成大道剑体 如此的话便也正常了 不过 这事情好快的速度 擅长空间之道 哦 只见末日神剑直接飞回到李道子的身边 进入体内 剑魂归位 李道子身上剑意更加可怕 他之前感受到对方的神念流年威胁到了他的神魂 只好将剑魂召回抵挡这股力量 夜浮天已至虚空之上 和剑山之滇起平 他看了一眼李道子 修成剑道肢体的李道子防御力竟然恐怖到了这等地步 神剑流年的杀法力量都无法直接将他摧毁 大道之体 肉身为道 圣进真正的极限 李道子肉身和道共鸣 他抬头看了一眼虚空中的夜浮天 必见吗 他眼眸闭上 以神念感之剑道 一座坐剑山释放出无比绚丽的剑光 一柄柄神剑呼啸而出 扶摇而上 笼罩诸天 一时间 这片浩瀚天地被无数呼啸的神剑笼罩于其中 彻底包裹埋葬 葬剑道 神功弟子内心震动 而且 这还未停止 李道子继续凝剑印 无数剑印于天地肩飞舞流动着 顿时在这片藏念虚空的剑椅之中 出现了无数指向夜浮天的剑 吞吐出的剑光能够将虚空撕裂 裂剑道 诸人内心震荡着 李道子迈步走出 人群只见他身体不仅仅飞出了一半 顶顶剑 还走出了一道道人影 这些人影和剑相容 进入到虚空中的那些剑中 画剑道 神功弟子内心剧烈的震荡着 这是宁道魂方才能够修成的剑道 李道子应该还差一步 但他却释放画剑道 这是想要冲破那一步的束缚 他找石井是剑 正为破镜 终于 万千画剑直指夜浮天 将他埋葬于其中 这一剑如何 李道子对着夜浮天开口问道 之前夜浮天必开那一剑 但这一剑 如何必 纵是剑道诸多 不过显得花哨 你既修剑道 当之一剑破万法 夜浮天对着李道子回应说道 李道子看了他一眼 道 请指教 一剑破万法 如何破 他剑道繁多 但哪一剑 不是巅峰之剑 即便是观战之人也觉得夜浮天狂傲 竟认为李道子的剑花哨 李道子所释放的每一种剑道 都是极强的剑道 石井 要如何一剑破万法 他的神剑流年都还不够强 难以破李道子的剑道之体 夜浮天低头看了一眼下方 身上剑意流动 诸剑山亮起璀璨剑光 见来 夜浮天口中突出两字 顿时一座坐剑山之上 无数剑飞向夜浮天 环绕于他头顶之上 人群只剑又一座剑山亮起 那是 第八十座剑山 这 诸人神色震撼 解剑 第八十剑 只剩一剑 当第八十座剑山亮起的那一刻 无数神剑震动 共鸣 他躯体也与之一起共鸣 天地间刮起害人的剑道风暴 归一 无数共鸣之剑 以同样的剑道频率融合为一体 一时间剑意暴涨 天穷之上神剑蒸蒸而鸣 杀 李道子口中吐出一道声音 剑葬虚空 却见叶福天那一剑之上 有无边可怕的剑意怒笑而出 砰砰砰 一柄柄剑直接粉碎为虚无 诸天之剑被毁 诸人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叶福天生前的那一剑 究竟有多强 叶福天双手凝硬 天地间 有无数剑影 真正无穷无尽 远处剑山 亮起璀璨剑光 与之共鸣 天地间 此刻唯有一剑 去 叶福天口中吐出一道声音 剑出 此剑之下 万剑破灭 李道子生前的末日之剑破空杀出 然而在那一剑之下 依旧破灭粉碎 剑制 出现在李道子的眉心之前 第1548章 一剑破万法 无数道目光铭固在那 死死的盯着眼前的一幕 叶福天没有狂言 他的剑做到了 万剑共鸣 化作一剑 瑞米藏剑道 瑞剑道 花剑道 末日神剑 剑皆破碎毁灭 他只有一剑 感受到李道子 眉心前那丙剑 弥漫而出的剑威 许多人渐渐回过神来 神剑李家这一代第一人 神功剑公公主 清传弟子 仁皇之下第一剑修李道子 今日 败于太玄山剑修十锦首中 李道子这位神功 这一代最强人物之一 他的剑不再那么传奇 不过 诸人更多的是震惊于 叶福天的实力 太玄道尊这位秘密培养的弟子 传授其剑道 秦道 其在剑道上的悟性未免 也太过强横 解剑山81座剑锋 他唯有最后一座剑锋未解 依靠解剑第80座剑锋 借剑击败李道子 正道之第一战以及今日之战 足以让太玄山市井之明明传天下了 今日之后 上霄界的未来 必将会有他一席之地 当然 前提是他不中途陨落 李道子目光明视着眉心前的剑 一时心境极为复杂 他败了 败给了太玄山剑修 此战是他挑起 他也并非单纯的想要为李寻找回场子 那并没有什么意义 他想要的是借叶福天的剑道淬炼他自己的剑 因此他一直在等 等叶福天解剑到他面前 否则 他认为对方连挑战他的资格都没有 他等到了 叶福天到了 而且也并未让他失望 展现出了超强的剑道能力 最终解剑第80剑 剑最终指向了他 原来 这是第80剑 李道子难难低语 他话音落下 天地兼无穷剑意在共鸣 他身躯之上爆发出无比绚丽的神光 就像是一柄剑般 共鸣的剑道最终归一 他身上之上绽放一道无比璀璨的剑道霞光 直接将眉心前的剑破碎 叶福天没有阻止 只是安静地看着李道子 第80座剑峰和李道子产生了某种共鸣 有剑意流向他的身体 李道子对着叶福天微微欠身 直见李 随后转身朝着那最后一座剑山走去 这一躬身 似乎是在谢叶福天世界 虽然战败 但他自身实力是在进步 李道子虽为神剑李家后辈第一人 神剑李家对他给予厚望 李道子也一直背负着许多 但他却从来不会认为自己举世无双 这个世界总有人会比自己更强 譬如在神宫之中 便有一位他也需要仰望的存在 神宫公认的后辈第一人 如今出现了一位妖念人物击败他 也并不是无法接受之事 他要做的是不断超越自我 而非无敌于天下 大到三千界 多少风流人物 谁能举世无敌 那人被誉为神宫后辈第一 甚至被称之为上肖界 这一代最强者 无人能够与之争辉 然而即便使他 也不一定能够在三千大道界无双 丘行之道 只有不断超越自我 自然而然的便能够超越其他人 甚至曾经是自己所仰望的前辈人物 他的剑 不求无双 但求一往无前 只要不退 便不负剑道 夜浮天目光望向李道子的背影 李道子走到了最后一座剑 封前悟道 似乎想要解剑最后一剑 铸就大道神轮 完成最后一步 破镜入人谎 解剑山之人皆都明白李道子之意 看着他的身影 没有人因李道子战败便蔑视于他 神功这一代敢说胜过李道子之人能有几人 若说稳胜的话 也就只有一人能够做到吧 他们有何资格因李道子之败便蔑视对方 李道子的败并非是他弱 只是遇到了更强的对手而已 月浮天解剑多一剑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剑 才使得李道子差了一筹 如若李道子更早点解剑八十剑一战 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当然没有如果 败便失败 只不过纵然战败 李道子依旧还是那绝代无双的剑修 神功风流人物 叶福天同样走向那最后一座剑山 诸人看想他 他已经打破了解剑山记录 只剩下最后一剑 莫非这一剑也不放过 只是境界未到 这一剑应该难解八 叶福天看了片刻便放弃了 他知道自己暂时解不开这一剑 转过身 叶福天迈步而行 想要离开这边 看到这一幕诸人略松了口气 终究还是放弃了 若叶福天这一剑也解开 未免也太过恐怖 要知道不久前 他才破进入涅槃 如何 一天欲对着身边的叶曼笑道 叶曼看想叶福天的身影 道 解剑速度无双 悟性其高 是个奇才 若他愿意留在神功中修行 必然有许多大能人物愿收其为亲传弟子 这是自然 他合理到此这一战 怕是剑公那边有不少人观战了 一天欲低声说道 显然被他说中了 剑公 的确关注了这一战 走 脚步抬起 一天欲走向叶福天 叶福天自然注意到了一天欲走来 脚步停顿了下 只见一天欲笑道 使景凶的剑 在这神功都难有匹敌者了 你也不行 叶福天忽然间开口问道 一天欲听到他的话一愣 显然没有想到叶福天会如此说话 神功中难有匹敌者 而他一天欲 也是神功弟子 旁边的叶曼听到叶福天如此不客气的言语皱了皱眉 这话未免太过不将他人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这是对一天欲极大的不尊重 随便说说 不要介意 叶福天笑着道 无妨 一天欲没有在意 在神功中的他显得风度翩翩 当然不包括他 这时 旁边的叶曼开口说道 一天欲不在意 他在意 目光冷淡地看着叶福天 纵然这时景天资卓绝 但言语兼未免有些不够尊重他人 叶福天看了叶曼一眼 笑了笑道 有机会的话 倒是想要请教下 说吧 叶福天便迈步而行 从一天欲身边走过 自当初一战之后 一天欲应该也没有原地踏步吧 他们闯正道之地 而神功中的顶尖弟子本身都有道果分配 一天欲自然也有着资格 他在进步 一天欲必然也在进步 只是不知道如今一天欲的实力在什么层次 不过 必然会比当初一战时更强 这叶曼 便对一天欲极有信心 一天欲有些诧异 他本意是想要和叶福天交好 然而 叶福天却引有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态度 但之前他和庄宏之间 又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叶福天身形离开 一天欲看向他的背影 叶曼脸上隐有些不悦 道 这一战胜李道子 想必此子认为神功无敌 态度未免有些放肆 如此人物有此傲气 也是寻常之事 一天欲倒是并没有他太在意 只是觉得这太玄山修行之人倒是极有个性 叶曼听到一天欲的话有些无言 如今一天欲的性格和以往相比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也不知是否和当初在天欲界发生的事情有关 其实事实也好 一定很精彩 这时旁边的庄宏笑着说道 一天欲看了他一眼 问道之前你们怎么不试试 他没喊我试试 庄宏笑道 如今你认为能否胜过实景 一天欲问道 没把握 如今神功中敢说有这把握的人 也就一个吧 庄宏开口道 他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 能不能胜过李道子都是问题 除他之外 谁能说文胜击败了李道子的实景 若说文胜 的确只有他了 一天欲尽认同的点了点头 可见他们口中的他声望有多高 上销神功公认的这一代天父第一人 被神功长辈称之为未来神功第一人 神功之希望 有可能成为神功最强人物 叶福天并不知道 一天欲他们在想什么 一天欲无法认出 他道因而想要交好 但他却和一天欲注定站在对立面 自然不会去和他交好 此时 叶福天身形闪烁 忽然间 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般 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下来 道 何人 他话音落下 两道身影如剑般降临 落在叶福天的身前 其中一人露出一抹差异的神色 问道 你敢知道了 嗯 叶福天点头看向对方 前辈有何指教 你见到超拙 剑公有人想要见你 可否愿意前往 来人对着叶福天开口问道 使得叶福天眼眸中露出一抹一色 剑公 有人想要见他 李道子乃是剑公后被第一人 这一战 剑公必然关注了 如今想要见他 其意不言而喻 他也隐隐猜测到 想要见他的人 定然不简单 否则 不够诚意 李道子在公主门下 他击败了李道子 当入水门下 不愿意 叶福天回应说道 听到他的话 对面的人黄愣了愣 有些恶然的看着叶福天 这还是第一次 他们遇到有人拒绝得如此的干脆 而且 拒绝的人 这时景自己应该是猜测得到的 既然如此 他依旧毫不犹豫的拒绝 这么说来 他必是太选道尊弟子无疑了 第1549章打扰了 叶福天见对方依旧看着自己 不由得问道 前辈可是还有什么吩咐 几位见宫人黄愕然的看着叶福天 随后一人开口道 打扰了 晚辈告辞 叶福天微笑着拱手致意 随后神星闪烁离去 几位见宫人黄神情尴尬 一人低估道 有个性 老了 年轻人的世界不懂 旁边的人也感慨一声 纵然真的是太选道尊密传弟子 见宫公主和等人物 想要见他一面 怎么也得拜见下巴 随意指点一番 也是只有好处的啊 他倒是干脆的很 看看那家伙还会去哪里 他们继续议论道 道想要看看叶福天不愿见宫公主 他准备要去做什么 看着他 另一人也道 道不是说刻意为了跟踪叶福天 对他有什么不利举动 只是感觉好气 同时也好奇想看看他在神宫中打算如何修行 叶福天一路往前而行 他不想见剑公公主 实则也没有太多想法 只是觉得没有必要 毕竟他也不会拜入神宫见公公主门下修行 又何必浪费时间 神宫中这么多宝地 天尊山姐建山 好好去修行不好吗 他将太玄山的人以及小凤凰都甩开了 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安静修行一段时日 既然有这样的修行条件 自然不能浪费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日 夜福天四处前往各地修行 有宫殿悟道 有山脉洞府寻道 甚至在寻道的过程中和神宫弟子爆发了一些冲突 并非是他有意 而是如今时景名声大震 神宫有些妖孽级人物想要找他练练手 刻意找借口和他战斗 结局自然是无需多言 不少神宫弟子遭到他暴揍一顿 一点没有手下留情 甚至还有一位天父出众的女子也被他暴打 一点没有怜香惜玉 看得叫人目瞪口呆 怎么下得了手 一时间 施景在神宫中也算是凶名赫赫 许多人看着他就想打他一顿 但多半是打不赢的 所有人都真正感觉到 神宫能稳圣夜福天的只有一人 但他又怎么会出手 如今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驻大道神轮 而且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驻救大道神轮 否则他早就能够做到了 只是一直在压抑自己的境界 想要驻救超凡大道神轮 如今 神宫中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夜福天的动向了 此时的夜福天来到了一处景色及美地地方 跨过阶梯 他前方有着一片湖泊 极为辽阔 像是倒海的缩影 湖泊的尽头 是一座神圣无比的宫殿 这一幕似曾相识 夜福天在倒海之中前往正道之地 便看到过这样的一幕 只不过 那里显得有些虚无缥缈 而眼前的一幕更为真实 仿佛是实实在在的先功坐落于前方 这是什么地方 夜福天喃喃低语 他脚步往前而行 走到那道海的边缘之地 从前方弥漫出极为强烈的道义 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要过去看看 他隐隐感觉 那里似乎有什么在召唤他 当然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 是真是假 他自己也难以分辨 无论这是什么地方 夜福天明白 这里必然是一处超凡之地 在两岸方向 还矗立着一座座神圣的宫殿群落 给人以庄严肃木之感 一缕缕一呼啸 化作一柄剑 剑入道河 夜福天脚步往前而行 直接迈步走上了他召唤而出的剑 朝着道河前方驶去 不管这是什么地方 入神宫之时 接引使者便说过 来到这里 神宫中任何地方皆可去 只要他们能入就行 而且后果自负 正因为如此 他一直在神宫中胡乱闯荡 看到哪里适合修行就去那里 也没什么心理约束 如今他的目标也很简单 修行 修行 早日铸就大道神轮 踏足人皇之境 一切的一切都等迈入人皇境界在谈 圣道之境 在寻常人中或许已算是强者 但在那些顶尖势力中 根本不够分量 而他的天赋就注定了不可能在平庸的人群之中 注定要周旋于顶尖势力间 所以 唯有变强 当夜福天踏如道河的那一刻 神宫中便引起了一阵轰动 消息很快便传开来 此时 在神宫中的一处的地方 一行人神宫弟子在议论着 痴景踏如了道河 有人道 恩 旁边之人点头 据说建已入道河 没有人阻拦 刚才那人道 没有 神宫阻地 竟也任意外来之人进入其中吗 那弟子脸色微变 道 这也不难 神宫长辈自有其考虑吧 不过 纵然入了道河 实情想要入阻地神庙 依旧不可能 旁边之人倒是不在意 道 纵然他天赋卓绝 但多少年来 你可曾听说过谁入了神庙 也就他了 旁边之人低声道 那位神宫的传奇人物 当是后辈第一 无可争议的第一 没错 如今 他就在那里 实情若去 可能会遇到 旁边之人开口道 这实情也真能选地方 哪里不好去 偏偏选中了祖地神庙 莫非他找人打听了 知道那是何处不成 此时莫说是神功弟子 纵然是许多大人物 也都关注着 叶福天的一举一动 剑宫中 那日邀请叶福天的 剑皇便出现在这里 目光眺望远处方向 隐约能够看到一座 神圣无比的宫殿 他竟然去了那里 一味剑皇神色怪异 叶福天这些日去了不少地方 如今 竟然找到那里去了 非凡人物前往非凡之地 他能够寻到此处道也正常 只是他在神功中 唯非作歹 多少神功弟子 反遭他这外来家伙欺负 这次要掌掌教训了 旁边之人笑道 倒是有些期待 叶福天吃瘪 这家伙着实太嚣张了些 需要尝点教训 要不然 真当神功无人了 而且 他之前前往各处 修行之地悟道 无往而不利 这回 倒是要看看他 进不了求不得的样子 让他嚣张 解剑衫 李盗子依旧在解最后一剑 此时那最后一座剑衫光辉闪耀 隐隐有剑影流动 李盗子身躯之上也同样流动着可怕剑道气息 许多人都隐隐感觉到 那一战之后 李盗子距离破镜越来越近了 李盗子在此解剑破镜 石井却去了道河 万首一 洛月以及压压他们都还在这里解剑 万首一这时来到了压压这边 道 他去了剑河 听到了压压回应道 神功当是后辈第一人在那里 我听闻那人早已可以成皇 能入大道之门却偏偏不入 只为铸就超凡大道神轮 据称 此人不仅仅是神功后辈第一 也被誉为上肖剑人皇之下第一人 万首一道 压压神色淡然 万首一也不知道他如何想 继续道 而且 道河尽头是神庙 是神功祖地 神秘莫测 他去那里 会不会 你想说什么 压压看向万首一 要不要去劝他回 万首一对压压道 叶福天的天赋纵横一带 堪称无双 他自然是极为信任 之前传来很多关于叶福天的消息 他都没有在意 但唯独这次 他有些担心 长肖剑当是后辈第一 神功祖地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足以让人为之忌惮 但叶福天毕竟不是神功弟子 他去了那里 难以预料是否会遇到什么危险 压压露出一抹思索之意 神功祖地 他的眼眸中闪过一抹担心之色 看到压压的神情万首一明白对方也和自己一样 怕是景出现什么意外 若是神功祖地出现什么意外 神功会不会怪罪 压压看着万首一开口问道 双引号问号问号问号双引号 万首一眼惊一眨不眨地看着压压 神功祖地出现什么意外 不是叶福天出现什么意外 看着压压的眼神 这压是认真的吗 祖地出现什么意外 万首一吸了口气问道 比如被拆或者其他 压压低声问道 神功会不会怪罪 万首一哑口无言 他看着压压神色古怪 他在担心石井 这女人是在担心神功祖地 这讲什么呢 看来石井这朋友有些不太正常 回过神来 万首一低声道 应该不会吧 我压压点头 我继续修行了 万首一看了压压一眼 道打脚了 说着他转身离开 打扰了 第1550章一步跨过 叶福天入道 何在神功中引起了巨大的风波 神功弟子近接瞩目 这位击败过剑公后 被第一人李道子的存在 前往了神功最为神圣之地 只是 多少年来 祖地为那一人他如其中 而且如今他正在里面 太玄山剑修士景 他能入得了吗 叶福天并不知道 他此行引起了如此大的风波 甚至他并不知道 他所想要前往的地方是何处 只是感觉此地非凡 像是藏道之地 定然能够适合修行 因此想要过去看看 他甚至心有疑惑 为何此地如此安静 道合之中 除他之外 再无一人 竟没有神功弟子来此 这让叶福天有些无语 神功弟子修行如此懒散 莫不是对于神功内的修行资源 他们反而没那么珍惜 他哪里知道他来的是什么样的地方 神功弟子不是不来 只是能尽得去吗 剑入道合 朝着宫殿方向驶去 以叶福天如今的境界 他以为自己很快便能够到达 这道合虽然很长 但也不过轻易能够横跨 但事实上 他却发现剑往前而行 却依旧还在道合之中 在到达道合中央之时 便像是停止了移动班 或者说 和前方宫殿的距离始终保持不变 他低头看了一眼脚下之剑 剑依旧在前行 甚至荡起了波纹 于水中穿梭 然而 无论他走多久 却仿佛还是在原地 这是怎么回事 叶福天露出一抹古怪的神色 竟然靠近不了 这种感觉 就像是咫尺天涯 分明就在眼前 却又像远在天涯之外 但他胜到巅峰之境 感觉不可能有错 这次那座神秘的宫殿是实实在在的 不再如同正道之地那样虚无缥缈 既然如此 为何还会如此 他有些看不明白 莫非 有道义阻止 只有这么一个解释了 然而 何种道义 能够生出这样的情形 叶福天露出思索之意 他的身体停下 见没有再往前 一切都像是静止了斑 空间道义 叶福天低声道 只有空间道义能够产生这样的奇景 他和他的剑 处在一片空间大道之中 受到大道束缚 没有能够看清真相 但是这一次 他竟然没有感觉到实质的空间道义存在 若是真的有空间大道 那么也在虚无之间 痴痴 尖锐的剑笑之音传出 在叶福天身体周围出现了一柄柄剑 这些剑直接破空而行朝着前方射去 想要直接横跨道河射向哪座宫殿 但他却发现 那些剑虽有着极快的速度 但却始终无法到达终点 他的神念也融入其中 却依旧感觉不到这是何种原因 一柄柄剑出现在脚下 叶福天直接坐于剑之上 他闭上眼睛 安静却感受着周围的一切 仿佛道河中的一切画面直接映入脑海之中 既然一切都如此的清晰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 阻挡他往前而行 叶福天他也修行空间之道 但此刻却又陷入空间之道 只能说明他的空间之道还是不够精湛 远没有到达巅峰 否则不会被空间之道所困 支持天涯 叶福天眼眸紧闭 一切都像是静止了班 时间空间 此刻在叶福天的脑海之中进阶停止流动 仿佛此时此刻天地间唯有他一人 他安静地坐在那 此时此刻就像是大海中的一叶孤舟 身上带着孤寂之意 他想要找到答案 时间一点点过去 叶福天一直坐在那 仿佛从不曾动过 神宫中很快引起了一番议论 果然 如诸人所预料的那样 纵然叶福天击败了剑宫里道子 依旧被困到河之中无法前行 那里可是道河 通往神宫的祖地 没有任何捷径 唯有跨过道河 方能入祖地 多少年来 多少风流人物想要入其中 又有谁能入 叶福天的天赋神宫之人都承认 即便很多人看他不爽 却依旧必须要承认叶福天悟性的强大 但那里是道河 果然 还是被困其中 无法前行 甚至 有人也前往道河所在之地 远远的看着那道停留在道河中 无法前行的身影 那身影坐在剑之上 显得很是孤独 仿佛天地间 唯有他一人 庄宏也来到了这边 他看着叶福天的身影感觉有些古怪 这家伙去哪里不好 偏要跑来道河 且不说道河难以跨过去 即便跨过去了 神宫中那未存在巨树在里面 此时的叶福天仿佛明白了 明白了为何道河无人 只是这咫尺天涯 便能让无数天骄人物望而却步 根本过不去 咫尺之间 便是天涯路 无法逾越 见没有动 叶福天似乎已没有动 但他懂了 懂了什么是咫尺天涯 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道河边缘传出惊呼之声 许多人震撼地看向叶福天所在的方向 近了 这时 他们震撼地发现 叶福天距离祖地神妙近了 怎么会这样 他似乎并没有动 有人皱眉 不解 而且 叶福天还在接近祖地神庙 他依旧安静地坐在那 仿佛什么都没有做 漂亮 庄宏赞了一声 真秀啊 庄师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旁边一位神功弟子不解问道 我怎么知道 庄宏回应道 额 那人物瞪口呆地看着他 你不知道瞎激动什么 不过倒是可以猜一猜 庄宏道 祖地道河所有人都知道 这里是咫尺天涯 应该是暗藏空间之道 而能够破解空间之道 咫尺天涯的 大概也同样只有空间之道了 已道破道 庄宏的思路并没有错 叶福天睁开眼睛 便看到距离神功祖地 已经很近了 道河之中有咫尺天涯 能够破解咫尺天涯的 只有天涯咫尺了 叶福天此时终于懂了 这哪里是没有人来 而是来不了 只是这咫尺天涯 神功有几人能过 咫尺天涯 天涯咫尺 只是想要过道河 便需参悟看透空间之道 并将之破解 除想对的天涯咫尺之外 他想不出其他破解之法 或许也有其他顶尖 妖念人物有办法吧 剑已进前方宫殿 每一次前行 都在不断靠近 就在这时 忽然间又有一股 无形的力量降临而至 使得前行的剑停了下来 时空 像是又一次陷入了禁止状态 这一次不是他自身主动进入的禁止 而是被动的禁止 一切都仿佛停止了流动 天地间的大道之意都停下了 夜伏天的感知中 一切的一切都仿佛在此刻消失于无形 仿佛 世间唯有这条道河 唯有了道 只有何 夜伏天下方的剑消失了 就这么凭空消失 他一个人悬浮站在道河之上 没有道义 仿佛天然便能够凭空漂浮在那 然而除此之外 便是虚无一片 这又是什么 夜伏天有心无言 这条道河 如此难跨越吗 只是支持天涯 看似简单容易破解 但是时尚极难 若是换作其他人 可能便永远迈不过那一步 然而 他才刚外国那一步 就又陷入这样的境地之中 这究竟是何处 这道河 是什么地方 夜伏天忽然间生出一个念头 还有前方那座神圣的宫殿 这究竟是何处 为何 会这么难入 没有人来 似乎并不是因为修行的懒散 也不是因为这里是寻常修行之地 而是因为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可能跨不过去 那么 这是哪里 道河前方神圣的宫殿 是哪里 跨过去之后 会如何 讲到这 夜伏天竟有些怦然心动 他忽然间意识到 他这次前来的地方 可能极不简单 不过当务之急 他似乎更应该思考 他要怎么才能跨过道河 到达那座神圣之地 仿佛陷入了绝对静止空间的 夜伏天抬起脚步 往前走出 脚下有不闻荡漾而出 仿佛踩踏在水中 他体内 有轰鸣之音传出 四体内的道朝外蔓延 往前踏步而行 然而这一次又出现了和之前一样的情形 夜伏天他震撼的发现 自己又是在原地踏步 仿佛前行不了 这时 夜伏天的脸色变得格外的精彩 这次困他们的显然不是咫尺天涯 用之前的办法破解不了 那么这一次 又是什么 又停下了 神宫许多弟子汇聚在岸边 看着夜伏天的动作 想要跨过这条道河 谈何容易 就在他们想这些之时 夜伏天身体之中一缕缕无形的气息 朝着天地间扩散开来 虽要接让天地 很快 他仿佛又感知到了真实的世界 脚步抬起 夜伏天直接一步跨出 身体从原地消失不见 他的身影 直接跨过了那条道河 出现在了道河的尽头 这一幕 使得无数道目光凝固在那 愕然地看着夜伏天的身影 就这么简单 便跨过去 这让很多人都生出一种不真实之感 这多少年来 只有一人跨越过去的道河 真的挡了他吗 此刻 夜伏天他算是跨过了道河吗 前方 应该还有其他挡住他前行的路吧 他在那里 他要去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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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去路里